讓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面試的動機 讓大家更知道我為什麼想要去面試 第一個 先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因為我們先讓大家知道我到底用什麼的目筆 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為什麼我想要去面試呢? 簡單來說我是一個影像製作人 其實我前中後期其實都要執行 製作人是一個名稱 但是我所有東西都要管溝通協調去知 面試 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面試動機 讓大家更知道我是誰 我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面試動機 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面試的動機 為什麼我想要去面試其他的公司呢? 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面試動機 為什麼我想要去面試其他人的公司呢? 第一個就是 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面試動機 為什麼我想要去面試其他人的公司呢? 第一個我是一個影像製作人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我自己是一個影像製作人 其實製作人是一個名字 其實我前中後期都需要去執行 處理、協調、討論、製作啊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我是王建凱 我是影像製作人 製作人其實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其實我前中後期都需要去處理 不管是調整、執行、協調、溝通、討論這些 全部都要執行 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影像製作公司 那為什麼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讓大家更知道我為什麼想要去其他公司面試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讓大家更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面試動機 就是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是王建凱 我是一個影像製作人 那其實製作人只是一個很籠統的一個說法 其實我前期、中期、後期這三個大階段 全部都要去執行、溝通、協調 去完全的去掌控我們所有的東西 影像製作的流程需要的東西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影像製作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面試動機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因為先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那其實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動機的部分 讓大家更知道我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是王建凱 我是一個影像製作人 那製作人其實只是一個籠統說法 其實我前期、中期、後期三大階段 我都需要去處理、執行、討論、溝通 全部都要去執行 其實就有點像是一個小小的影像製作公司 那我們目的是想要去看看 我們的媒體圈、生態、還有廣告、行銷這幾個 那我比較想要去看的就是 所以我想要去觀察 我想要去觀察一下我們的 我想要去觀察我們這個影視產業 我想要去觀察一下我們這個影視產業 我想要去觀察這個影視產業 到底大家的 我想要去觀察一下這個影視產業 我想要去觀察這個影視產業 到底大家需要什麼 就是廣告、行銷公司、媒體公司 他們到底目標是要做什麼東西 我想要去觀察要做什麼東西 我想要去觀察一下影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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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看看这个市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为什么我们的价格都这么低廉 然后大家还是强着要去接 我想要去观察影视产业 就是行销、媒体、广告这几个大的产业 这个市场 我想要去看看影视产业 我想要看看影视产业 就是在广告、行销、媒体这几个框框里面 我想要去观察一下影视 我想要观察一下这个产业到底 我想要观察一下这个产业到底需要什么 不管是影像制作公司、媒体、行销企划公司 还有一些广告、行销公司 反正就是这个圈圈里面 到底大家需要什么东西 那我们要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务 来符合他们需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想要造的东西 我想要观察像是 我想要观察影像 我想要观察影视产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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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观察影视产业到底最终的市场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要观察一下影视产业为什么 我想要观察一下 我想要观察一下整个产业的现况 就是我们的影视啊媒体啊行销广告公司啊这些行销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产业到底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产业到底市场需要什么东西 像是媒体啊广告行销影像制作公司啊 他们到底的市场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在卖什么东西 我想要去知道这些小小细节 我想要观察就是 我想要观察就是 我想要观察影视 我想要观察这个 我想要深入观察这个市 我想要观察这个市场 知道我们的市 我想要观察这个市场 我想要观察这个市场 让我们看到更多 我想要观察这个市场 到底需要的 我想要观察一下这个市场 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最终想要达到什么东西 不管是媒体啊行销广告啊 或者是影视产业 到底我们最终目标是什么 这个市场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我想要知道这点 那我想要观察一下这个产业 到底我们最终的市场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到底市场需要什么东西 我想要知道这些点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要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或者是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 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市场的需求 我们才能去产出我们相对应符合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观察一下这整个市场到底我们制作的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到底我们制作方就是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 我们到底制作方就是我们的行销广告公司啊 影像媒体公司啊之类的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知道我们影像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让我们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让我们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知道我们的制作方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让我们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让我们知道 制作方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有没有符合市场的需求 就是我们的影像媒体公司啊 制作公司啊 行销广告公司啊 他们到底做的东西 有没有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行销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到底对于 我想要洗 我想要移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知道我们的洗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 制作方的成本都压得非常非常低 那他们做的制作内容到底有没有符合这市场需要的呢 这个我都想要知道 还是他们高估了这个市场的需求 然后来制作一个没有前途的一个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 然后知道我们的制作方为什么成本都压得这么低 我都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跟制作方的关系 就是我们制作方到底有没有制作出我们市场需要的东西 还是我们其实就高估了这个市场的需求 然后来制作一个没有前途的一个目标呢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跟制作方的关系 就是我们制作方到底有没有去制作这个市场需要的东西呢 那还是我们制作方高估了这个市场的需求 然后来制作一些根本没有前途的东西呢 我想要观察这整个市场跟制作方的关系 我们制作方到底有没有制作符合我们市场需要的服务 或者是产品呢 或者是我们制作方其实我们根本高估了这个市场的需求 然后来制作一些根本没有前途的东西呢 我们制作的项目